前不久有韩国网友分享了偶遇玄冰孙艺珍合体逛街的照片 当天两人身穿白色情侣装亮相 从运动风的着装来看 应该又是相约高尔夫的一天 除此之外 两人和其他情侣一样 也相约一起逛街购物 穿高尔夫情侣装 肤色差瞩目 两人默契选择白色系情侣装搭配 统一佩戴口罩 其中孙艺珍打扮得十分少女 高高的丸子头 搭配防晒的高尔夫帽 显得青春洋溢 修正款造型勾勒紧致身材 整个人活力十足 对比下玄冰的面目黑得还不算夸张 不过手臂却晒成了黑人 与孙艺珍肤色对比超明显 看来最近工作量降低的情侣俩 没少高尔夫 偶像剧般的情侣身高 让背景看起来超甜 玄冰主动付款 显身世分度 屁股超翘 最近两情侣工作频率都有降低 不过私下对身材的保持却一直在线 尤其是玄冰 穿着修身款米色商务长裤 勾勒出了紧致的肌肉身形 正好拍到了侧面翘起的臀部线条 比孙艺珍还有曲线 照片中孙艺珍拎着小包购物 优雅地走在前面 玄冰主动付款 竟显身世分度 没想到私下里抓拍 都好像在拍偶像剧一般 简单的运动风情侣装 也穿出了高级的国际范 高尔夫悄悄约会 当初恋情曝光 狗仔队就曾拍到过 两人一起在高尔夫球场约会的画面 这大概也是以高尔夫传情吧 不仅爱好相同 连穿衣风格都高度相似 默契早已形成 据爆料两人最晚将于22年初结婚 年近40恋情曝光 两人显然也是奔着结婚去的 私下逛街也没有过分例外的动作 看起来已经很有老夫老妻的默契感了 同色系情侣装悄悄撒糖 虽说今年1月份才被公开曝光恋情 但两人交往的时间可能更长久 合作过好几部作品的两个人 早在19年就曾被偶遇一起逛街购物 当时两人就默契选择了暗色系的情侣装造型 甚至还统一搭配了白色鞋款和棒球帽 玄冰跟在孙艺珍身边 依旧保持着绅士形象 时隔两年场景如出一辙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玄冰孙艺珍球场甜蜜约会 终于抱正脸了 玄冰留小胡须太爷们儿 甜蜜崩线后 玄冰孙艺珍却很少公开撒糖 不过却多次被抱高尔夫悄悄地约会 8月2日有韩国高尔夫教练晒出与玄冰孙艺珍的合照 虽然说是分开合拍 从教练不同的着装和多次被抱的约会照来看 两人私下里约会频率还是非常高的 高尔夫球服加身比例惊人 穿着高尔夫球服的玄冰 向我们展示了中年男艺人身材管理的精致感 偏修身的Polo展现出精致的胸肌和腰线 妥妥地标准倒三角身材 与教练的坠肉肚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夸张的还是身材比例 土土的九头生身材 比教练的腿长出一大截 玄冰也巧妙利用白色腰带强化腰身 呼应的白色棒球帽运动鞋搭配 则重点强调整体的和谐感 为全黑系的造型增添了层次 简约却不失精致感 让人看到了明星私下对细节搭配的考究感 刘胡须超爷们 玄冰五官精致且秀气 早年作为偶像剧演员 的确是鲜肉感十足 不过如今人到中年 她的形象风格早已经成功转型 五官线条更为犀利浑厚 如今越来越慢 尤其是留了胡须厚 成熟魅力净显 不过照片曝光度太高 以至于整体看起来并不是特别清晰 把玄冰晒的幽黑的皮肤给弱化掉了 否则就更加健美 更加硬朗饭了 在雕塑般身材的衬托下 这身高尔夫球服造型也穿出了高级的商务休闲饭 身材健美臀部紧翘 日前曝光的两人约会购物的照片 也是以球服造型亮相 显然也是打完高尔夫后的日常消遣 这次仅没拍到孙一臻的背影 而玄冰则是侧身出镜 紧翘的臀部凸显出身材的健美感 皮肤却晒得像黑人一般 孙一臻打扮可爱 皮肤超赞 孙一臻以大头罩出镜 她穿了白色运动服 棒球帽上还刺绣卡通图案点缀 配色活泼风格也比较可爱 恋爱中的女孩子总是如此 软爹萌的感觉 依旧还像拍偶像剧一般 私下约会 玄冰还是大大咧咧顶着大素颜 有着很传统的大男人生活气 不过孙一臻可精致太多了 还特意化了素颜妆 整体妆容强调皮肤的自然清透 唇色则点到极致 彰显精神气色 长发披肩的她 把自己打扮成了林家姐姐 很传统的韩式温柔美人 这次教练晒照 也终于曝光了两人的正脸照 而玄冰也从年初的冷白皮 晒成了黑人 这个高曝光率的合拍 大概是出自白道发光的孙一臻之手吧 太想掩盖被晒黑的皮肤吧 不过玄冰身材高大且健美感十足 幽黑的肤色反而更适合她 如今的成熟大男人路线 显得更加成熟稳重 接下来说 别只羡慕玄冰的颜值 看看生活中的她有多自律 普通人有几个能做到 玄冰的颜值有多高 就不用多说了吧 从出道开始 就是大多女粉丝心目中的男神 玄冰粉丝的年龄层次 从十几岁的少女 到几十岁的阿姨粉 妈妈粉甚至其中还不乏很多 欣赏她演技的男性观众 这么多年过去 太多当初的男神或身材走样 或者颜值下滑 你什么时候见过玄冰 颜值身材不在线呢 近日 一段玄冰接受采访的视频 在网络上 引起很多网友的关注 即便玄冰这样天生的大帅哥 为了形象所付出的坚持 也足够让人佩服 那些羡慕玄冰长相的哥哥弟弟们 有几个能做到玄冰这样自律的呢 在外界看来 明星们私下生活的一面 一直是很神秘的 对于玄冰同样如此 虽然说人气很高 但是始终好像 形式风格都十分的低调 不怎么参加综艺节目 也鲜少在活动上看到他 如今39岁的玄冰 每每有新资讯出现 轻轻松松就能引起 数万网友的关注 毕竟娱乐圈 那么多打着男神旗号的明星 提到真正的男神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玄冰 此次采访中 玄冰终于开口谈到 自己很少提及的私人生活 有拍摄工作就五六点起床 没有工作的时候就九点十点起床 自己早餐则是一直坚持 苹果香蕉酸奶坚果 休息的时候去健身房运动 也会和朋友打高二夫 再或者就是看电影研究剧本 每天睡觉前打开电视洗个澡 是不是和想象中明星升华的生活方式 有很大区别呢 对比起那些天天在各处 逍遥玩乐被拍的明星 玄冰的生活未免也太单调了吧 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 许多明星私下里不完美的一面被曝光 天天看不完的黑料吃不完的瓜 初到二十年的玄冰 始终保持着阳光健康的公众形象 形式风格一直和他笑起来 温暖纯净的眼神一样 享受过繁华也耐得住寂寞 这样的玄冰你说是不是很有魅力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